新冠肺炎本土疫情 我们昨天是新增了263例 并且有28例死亡 那从去年以来 现在是累计有361例死亡 那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 他昨天就表示了 就整体病例的发病日 裁检日分析 疫情是有下降的趋势 但是状态并不明显 那为了要找出一些潜藏的病例 他就宣布将在社区要推动广筛 四大策略 就是包含了要广设筛检站 协助企业自主快筛 导入诊所自费快筛 并且引进再加快筛 那民进党立委陈明文 他稍后就再追问 那6月28号以后 能不能多考虑各县市疫情的差异 来实施不同的分级管制 陈时中是回应可以考虑 另外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为了要赶快找出社区中 一些潜藏的无症状感染者 指挥中心是决定要扩大裁检量能 将会开放居家裁检试剂 食药署也证实了 目前已经有两家的厂商提出申请 都是以鼻腔柿子的采样方式做检测 那么针对快筛试剂的准确率 则是会对照PCR的结果 阳性遗致率至少要达到90% 阴性遗致率则是要达到99%才会核准 但是民众依旧是痛批政府的反应 慢半拍 简单几个步骤就能知道 自己有没有染疫 英国健保署拍摄影片 教大家如何在家里 使用新冠快筛试剂 台湾也即将开放 谁要署证实 目前有两家厂商申请 但要自行筛检 有人还是觉得怕怕的 国外新冠居家快筛 若以裁剪部位可以分为鼻腔柿子 中鼻甲柿子 唾液检体等三大类 若要引进必须要有国外授权书 以及完整使用说明书 准确度也有严格规定 对照PCR检测结果 阳性准确度要达90% 阴性99%才能合格 价格预估在400到600元之间 其实在国外居家快筛已是常态 日本的快筛包一个1149元台币 德国1000元 美国更贵药价3000元 但民众自行操作快筛 还是会有问题存在 棉棒放到鼻腔里面做一个 旋转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没有到很深处的时候 可能采集到的病毒量 可能就会不够 有可能产生所谓的违因性 居家裁剪开放倒数计时 指挥中心表示 居家快筛之后的处理指引 将会在近日公布 透过民众自主居家快筛 希望能够找出更多钱藏 在社区里的无症状感染者 记者组号报道 好但是呢 这个是pern 然后呢腮红 你是这样念吗 他说一下全国警戒 一下又分区 又要乱搞了 因为这样到时候 大家可能又会被搞得乱七八糟 然后呢 加龙我有看到你 还在林雅慧 我有看到你 好 Corey C说慢半拍 他说是慢几拍了呢 然后再来看到 这个是soldier 你后面那个太难念了 他说长时间戴口罩 耳朵会痛 小汤圆你会吗 好基本上我不太会 所以呢我是没事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是刘秋晴 他说陈明文是投课坏了吗 台湾才多大 要一国两制吗 然后还看到很多人都说 慢半拍还有Rufy Lee 他说你慢 你还活着就表示还来得及哦 那接下来我们持续来看到 苗栗本土确诊数 昨天是再增加43个人 那县府为了要防止疫情扩大 日前就下达了外籍移工禁足令 面对引起各界的议论 那县长他是震怒的表示 苗栗在一个星期前 还是防疫的模范生 但是现在被移工的疫情搞得天翻地覆 因为确认而死亡了 还谈什么人权呢 我们在上个礼拜 全苗栗线是全国的模范生 几成了十一个礼拜下来 就是因为这些外籍劳工 他们年轻而且比较开放 所以造成了这个 由移工而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突变 那我们也为是亡羊土劳 不得为之的情况之下 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劳工把它框住 不要再有扩散的这个毅力 三级开车 现在已经前到6月28号 我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 防疫不是我们县政府完全的责任 是要全民共事 一起来打造这个一个零确诊的一个目标 不要一天到晚拿人权来当这个热点 而是要我们如何遵照中央的指示 把疫情能够减缓 到最后面的规定 回复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身体 而不是说今天我们台湾有任何的规定 你去不戴口罩或者你这个群聚等等 就要罚台湾的人 难道外籍人士有不当的行为 我们也不能规范吗 所以在这边特别的拜托 很多的号称人权主义 最后来看到台南嘉宁期待再度落空 就是因为北孙南宋 结果还真的送出了病毒 好新闻最后我们一起来看 台南狱警果菜市场全面停工大消毒 因为10号公布的确诊阿公发病前 曾经送货到这里 9号确诊的台南阿公 上个月22号跟老伴从台南开车到新北市 接回8个月大孙女照顾 结果双双中标 原来新北市外婆早染疫 小孙女也在8号确诊 北孙南宋送出病毒 新北台南合计一传三 快筛示范常常棉签 深入鼻腔 端午廉价就在这周 台南市医师钥匙工会26大团体 联合呼吁游子返乡先快筛再回家 回到台湾的话 都能到快筛站去做一个快筛 都是免费的 快筛免费希望高风险区返乡者 主动前往市府调查有3000多张返乡票 等于风险增加3000人 依据新北市确诊率约1.3% 恐怕会筛出近40名染疫者 依据新北市的这个确诊率 100个人去筛有1.3个人的话 那我们3000个人去筛 应该有40个人 现在很多都是无症状 不要影响到回到乡下 把他带回来给亲人 希望不要乱跑 带大家 就怕返乡人潮带着病毒 台南市民也怕怕的 最好是不移动 不得已要回来主动快筛 降低风险 1.5% 6% 10%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